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方家伟 111年花莲县疫民祭绕境活动,15号是盛大的登场 疫民爷的软叫,上午8点半由花莲疫民堂出发 首站,抵达了花莲县政府 由县长徐真伟率领着各局处首长和县府同仁来接驾 祈求疫民爷能够保佑地方平安顺利 111年花莲县疫民祭绕境活动,15号盛大登场 疫民爷软叫,上午8点30分由花莲疫民堂出发 首站抵达花莲县政府由县长徐真伟 率领各局处首长以及县府同仁们列队接驾 现在行为表示,花莲的客家人口分布广半 现在随处可见客家人生活打平的痕迹 为花莲增添人文色彩 希望加入这次的疫民爷绕境出行祈福活动 处显化点客家民属活动的庶民精神与美学 达到文化的永续传承 并带给全县相信安定正向的力量 一面软叫,15号上午从花莲县市 一面软叫,15号上午从花莲县市 一面堂出发,沿途经过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议会,新的乡公所青年住在广场 预计两天要绕完十三江镇市 也希望乡亲旧纪乡镇市公所祭祀地点一同来共享盛举 记得交易花莲了 花莲县议会 gendeine